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CPG对阵斗舞的加赛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这么大的劣势 CPG顶住了压力 一个4跑加3杀是打回来了 比赛这边加赛是选择了胡锦春 东旋拿了他的速伞 他的速伞一般就是最后一手来定胜负的一个选择了 而且他的一个选择更多的是闪现 我们经常看到他带的是闪现 这把他带的一个传送 对面的阵容方面是放出了机械这个点 因为速伞相对来说他的一个控场能力比较强 机械师如果说娃娃一个不小心 就会变成速伞的一个存在感 这边丢一个伞看一下往里面找 我们要知道这边的速伞点的天赋是封窗 然后再配挽留带脆火的 这里是往里面走一走看一看 一个空军他其实没有那么想抓 更想抓的应该是机械师 劲师前期在跑点 空军怎么说往哪里带 带着可能会让速伞看到这边的机械师 劲师头体 丢个伞 压一下你的走位 空军这个位置收伞可能要交枪 一刀 蓄力刀打上 不交这一枪拉走 这一枪拉走 不交枪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可能怕这个速伞看到了这个机械师 我这枪交了对吧 你不追我反手来追机械 那还不如我这边有一把枪留着 吃你一刀待会再找机会交枪 溜起来 好这边板子下 要博弈蓄力刀 一刀倒地 哎呦 这个蓄力刀好远 直接抓到了机械 祭司的电击80% 娃娃这里的电击会被干扰 那对于穷者来说 娃娃的电击被干扰是所有 点灰当中被干扰最难受的一个点 丢伞过来 娃娃 翻进去 收伞 没有板 一刀娃娃倒 祭司修掉空军 这边是 佣兵来就有一把枪丢伞到这里 直接切一个黑 哎 这一手切黑 我们看看是怎么一个选择 一刀打 打中佣兵 就下来 佣兵拉走 不吃第二刀 好这边空军摇一个铃 交一枪 但是这一枪跟摇铃稍微底掉以后 拉的距离就没有那么远了 下一个摇铃 这个空军可能要倒 这边空军想要通过交互进小船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哎 这边丢伞 封你走位 然后过来 这里收不了伞 收不了伞 有一个封窗 往前走 收伞 空军倒地 一刀倒 挂的话 应该是挂不到小房 只能就近挂了 就近挂的话 佣兵补小房的机 然后机械师可能会来救下一步 我们看一下 佣兵这里拉开是要去耳铃压着吗 可能是佣兵好像去耳铃 这把穷者应该是准备打一个保平局了 如果来压耳铃 这个佣兵是不太可能来救的 机械师娃娃放出来是补自己刚才的遗产机 自己过来补中间的机 耳铃有了 好 那么这边东旋也不太敢贸然的行动 空军毕竟是带了一个 毕竟是本身有一个小小的铁屁股buff的 这里机械师跟佣兵两个人碰头 祭司穿洞走 佣兵这边有两个护壁 但感觉空军救不下来了 那这一轮祭司再挨一刀 机械师怎么说 修不修 这边机械师不动 管自己修 但机械师这个位置的话 有点危险 娃娃是把电击点掉了 这里娃娃把电击点掉 东旋过来找人 一刀把这个娃给拿了 人拉开 其实现在没有传送 但是他吸魂还想去找机械师 想要把机械师秒在小房这里 这样的话能够做到人机双手 机械师还回来修了 机械师回来修的话 这里可能带不走 刚才看到机械师是拉走了 这边没想到又回来了 祭司跟佣兵打了个洞 两个人可以互相摸满 这一局就不好说 但是对于开门战来说 有一刀战有传送的速伞 其实他的开门战是很强的 丢伞来找机械师 外面还差两台机 而且机械师这个位置 如果倒地的话 会干扰到小房这台机 这机械师走不了了 这真走不了了 一刀 两个抽刀直接倒地 祭司外面重补一台 我们看一下佣兵现在的位置 佣兵这边中间还有台仁皇 我记得 应该中间还有台仁皇 祭司从凶 这台仁皇如果修不掉 这一局可能依然是一个多杀局 就算是现在电击点亮 就是现在电击能压好这个局 都穷者都不一定能跑掉两个 更别说 现在一个上挂电击还不一定压得好 很难 因为佣兵的道具慢慢会被耗 然后这边的那个机械师已经是一个一挂 然后救下来以后击倒就是二挂 一刀追傭兵 追求一个双倒 机械师这边带不走 一个丢伞 封你位置 一个吸魂 好 不能交互 倒地 二挂 完了 这一局 穷者这边应该是很难了 这机械师要不就不要了吧 但我感觉挂上以后人可以压出去 通过耳鸣来判断 然后找 佣兵这边是最后的时间点 想要来把那个小房的那个电击点开 佣兵倒地 这里不好说 真不好说 丢伞 找 找到了祭司 那这边 机械师是稳稳的飞了 祭司一个穿动 走 回升过来 佣兵的位置能不能判断到 好像有 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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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看一眼 传送也有 你用兵弹反改修这个机 对吧 那不好意思 我这边就直接传送过来了 祭司这里也很难啊 佣兵首先要交字摸 交完字摸 我觉得佣兵如果交字摸起来 他得去翻个箱子什么的 直接修的话 感觉被找到了就没了 哎 这边过来 等你等你等你 好 佣兵叫自摸 直接反身回来传送 佣兵赶紧走 赶紧走 祭司修这台机 这台电击 是新修的 其实没修了多少 30% 还差大概四五十秒吧 佣兵的话能扛 有机会能扛 摇个0 有护币 一个护币 这刀没打住 电击过半了 电击过半了 这个时候只能追着佣兵了 佣兵交到自摸的 开门再把就佣兵秒了都行 秒了以后再去找这祭司 一个护币弹 最后一个护币已经交掉了 那这里就死追你佣兵了 一刀打 电击大概还需要十来秒的时间 吸魂 就追你佣兵了 这个这边想的很清楚 但是祭司会不会就电击不要亮呢 对吧 你有本事挂佣兵啊 哎呦别亮啊 亮了这丢伞 找你祭司不麻烦了吗 祭司得上船啊 英雄 硬点门 硬点门这可能要被四杀 48% 48% 丢伞 过来 过来 这一高人胆大 硬点 直接跑 这个选择好像比我说的那个要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就是风险太大嘛 那这边东旋完成了一个三杀 压力又交到了许悦身上 又交到许悦身上